左卫总统11日与巴厘岛在2023年首次世界群岛和岛屿国家部长集会的闭幕式上强调 迫切需要群岛和岛屿国家间的协作与团结 左卫总统本周三在2023年首次世界群岛和岛屿国家部长集会闭幕式上表示 2023年群岛和岛屿国家部长集会同意坚持团结、平等和包容的原则 以作为合作的共同基础,发展中国家和岛国有同样被发展的权利 有同样进行发展的权利,因此迫切需要群岛和岛屿国家间的协作与团结 左卫总统本周三表示,为了能够共同成长并且克服现有的各种挑战 印尼作为一个海洋国家将会继续站在支持此次论坛的最前沿 作为群岛和岛屿国家之间的包容性合作 目前气候变化的威胁非常的真实 海平面上升、垃圾和飞舞造成的海洋污染是越来越明显 不仅威胁着海洋的可持续性 还威胁到国家主权、国家领土的统一 难道成长并且阻真的很音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Terima kasih sudah menonton!